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APP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黄美宁 好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 那么根据今年联合国难民署5月到6月份的统计呢 全球因为战争冲突还有天灾影响 目前已经有超过1040万的难民呢 是被迫离开家园比去年还多了200万人 当然总计因为各种的因素而受难的这个民众 现在应该有接近5000万的大关了 人数相当的可观 那么在世界难民日今天呢 我们也来关心难民的问题 好那么我们知道中华人权协会台北海外和平服务团 是常年在泰缅边境的难民营提供的人道的协助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专访台北海外和平服务团 这位秘书王诗玲小姐来跟我们谈一谈 服务团在当地援助难民的一个情况 诗玲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诗玲我们知道就是说服务团这边 就是常年都是在泰缅边境这边 从事一些教育啊 还有人道的一些援助哦 可以请您谈一谈当地的难民的这个情况哦 就您所知大概是怎么样 还有他们现在的处境 还有需要协助的项目大概有什么呢 好就是这些难民他们是来自缅甸 那因为他们属于少数民族的关系 那所以遭到过去缅甸军政府的迫害 那他们被迫逃到泰国来寻求帮助 那人数最多的时候曾经有达到14万人 那目前就是有稍微的减少 因为缅甸的情势有一些改变 所以有一些难民就是陆陆续续的 就是暂时回到缅甸去看看状况 但是都是比较短期的 目前在边境的九座难民营里面 还是有12万的难民他们还在这边 那在这里就是泰国政府 他提供军警来就是守护跟看管这个地方 但是泰国政府并没有提供任何的援救物资 那所以所有的工作其实都是由国际组织 或者是来自各国的NGO像TAPS 或者是TAPS就是台北海外和平服务团 还有英国啊日本啊 然后各地的组织一起来提供协助 那当然其实在这边 他们时间非常长了 从1980年代就开始在泰民边境就是漂流 那所以它是一个很长期的状态 所以除了我们马上可以想到一些基本的需求 像是粮食啊或者是住的地方或是医疗以外 那其实教育或者是相关的娱乐也是需要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状态 您刚刚提到这边还有12万人哦 而且他们是1980年代就是克伦族嘛 这个手术民族 因为可能宗教或者是说政治上面的一个迫害 逃到这个地方来哦 那泰国政府虽然说没有驱逐他们啦 那就是也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安置吧 应该是这么讲哦 其实泰国民众讲起来算是非常的宽容 他们并不会排斥说在他们的国内 有这么多来自邻国的难民 包括像197080年代的时候 像柬埔寨或是辽国有很多的难民 他们都逃到泰国境内 那他们一向都是非常的宽容 来对待这些难民朋友 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他们是没有正式的身份嘛 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地方 也只能够待在难民对不对 对他们是没有行动的自由的 因为从泰国官方的角度来讲 因为泰国他并没有签署 1950年的难民地位公约 所以他们看待这些难民的时候 其实官方的角度来讲 他们还是属于非法的移民 所以就是如果他们离开难民的话 他们就是一个非法的身份 那如果被抓到的话 就很有可能会被强制遣返到缅甸去 像他们在边境这个地方 因为我本身是没有去过 所以我不是很了解就是说 可能当地的生活条件 或者是说应该也都很差吧 比方说他们也没有办法 去做其他的谋生嘛 对不对 也没有办法说到都市 或者是说去工作啊 去打工之类的 对对对 就是原则上来说 他们是不能够离开难民的范围 那其实最大的难民 他也就四平方公里的大小 对那他们就是必须在这个范围之内 去寻求帮助 或者是找一些营内的领工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三十多年 快四十年的状态 所以其实当然还是有很多 就是像一个小社会 他就在里面营运起来这样子 那所以有很多是在 比如说国际组织或NGO里面工作 非常担任老师或是医疗人员 那其他的话他们还是会到 就是山林里面去寻找一些 就是蔬菜啊 或是就是野生的果类来 就是冲击这样子 所以生活条件可以说是相当的 没错 拼乏了 对因为也有很多的权益 其实都是要跟着你的身份一起来 那就牵涉到资源的分配这样子 好 不过当然我们有一句话说 这应该是大陆那边传过了 就是苦或穷 也不能苦孩子 也不能穷教育 没错 所以我想就是说Tops在这边 就是也长年提供了这边 那名小朋友协助他们一个教育跟就学 对不对 可以请施灵谈一下这一部分的一个计划吗 对 就是一般可能会以为说 就是我们的工作团是派 台湾的工作人员去教导当地的小朋友 但是其实不是嘛 因为当地就是他们 还是由自己的族人来教导自己的小朋友 当然是最良好的状态 所以我们其实是提供师资培训的部分 然后让营内的难民妇女 他们可以担任老师 那由他们亲自去教导小朋友 那包括自己的文化的传承 还有语言方面都是 就是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那难民里面小朋友 他们要学的语言就包括四种 可以猜看看有大概哪四种语言 应该有泰语嘛 然后缅甸语 是不是还有中文呢 中文倒是没有 因为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没有这个需求 对 那主要就是他们克伦族自己的语言 那也包括因为他们要常常跟NGO 跟国际组织有来往 所以英语也蛮重要的部分 是 对 所以我们就是提供师资培训 那也给付一些师资的津贴 然后让他们来亲自教导小朋友 那其他就是包括修建学校啊 然后还有提供各种学习和生活的物资 那所以在那边的话 您刚刚也提到有一些国外的援助的一些团队嘛 所以他不是这边也有跟他们来合作 推动一些相关的计划吗 没错 因为其实九座难民 其实包括医疗啊 教育还有建房子或是粮食等等的工作 都是有大概20个左右的国际的NGO 一起来合作执行 对 那所以我们当然也不可能教育跟医疗 就是完全去开来的 比如说小朋友的卫生教育啊 等等 这个我们都要跟其他的组织一起合作来执行 那其他包括像我们在幼儿园里面执行的 营养午餐计划 就是跟英国的一个组织叫做TBC 他们是负责所有酒做难民的粮食工作 那他们将幼儿园营养午餐的部分 交给我们来执行 那其中就是提供他们有新鲜蔬菜和肉类的营养午餐 对 因为一般的各个家户 他们能够配挤到的粮食 都是只有白米 然后还有他们传统的臭鱼酱 就是因为鱼类比较不好保持 他们就让它就是有点发酵腐坏 然后来搭配这个白米食用 那是泰国政府配挤给他们的吗 还是 是国际的NGO 对对对 那也很少耶 对对对 很少 那其实营养是非常不均 所以我们希望在就是我们幼儿园里面 三到五岁小朋友正在成长的时候 可以提供比较好的营养午餐 让他们就是可以就是健康的成长 那当然也是另外一个让他们来上学的一个动机 对对对 的确也是了 我想就是生活条件的一个贫乏 但是小朋友这一方面的还是需要照顾到 您刚刚也一开始有提到就是说这个缅甸逃到泰国边境的这个难民朋友 他们现在可能因为缅甸局势就是大家知道翁山苏基嘛 那他获得释放那些当选这个议员之后 所以缅甸的国内的政治群势似乎有比较缓和的迹象在这一两年哦 那当然相对的我想国际上可能也对于这些难民的援助 是不是也有减少了这个情况呢 那对他们现在的生活会造成一些冲击跟影响吗 这冲击是蛮直接的 因为国际上有点过度的乐观来看待缅甸的状况 但是其实对难民来说 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来的难民 他们少数民族地区其实还是有相当多的政治跟战争的冲突 那包括在缅甸的西部 我们也常常会听到有穆斯林的族群 他们被佛教徒或者是不同的族群压迫 那有很多流血的冲突 那其实政府也还在和一些游击队打仗 包括像北部的克青一带 就是有很多难民他们是被迫逃到中国境内来寻求帮助 所以其实东部的克伦族他们看到这样的状况 其实是会担心的 那他们境内其实也还有很多地雷都是还没有扫除 我们如果去到边境的话可以看到很多都是装抑制 或者是缺手缺脚的难民朋友 他们就是因为可能在逃难的过程中踩到地雷 或者是他们是被缅甸的军政府抓走 然后去当人肉少累积 就是在军队的前面走 那等到地雷全部被炸光之后军队再走过去 所以有很多非常可怕的状况 那他们对缅甸政府都还是抱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 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比较不乐观看待的状况 是因为缅甸开放的关系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发展 或是开发的需求 那其实都会加深对少数民族地区 或是比较低下阶层的人的剥削 那还有包括可能土地的征收或者是环境的破坏 这可能都会让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生活受到一些冲击 所以其实缅甸的难民他们其实都还不敢回到家乡 但是国际上的援助开始减少之后 就是直接的冲击 就是包括他们的粮食配给就越来越少 那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因为国际组织他们获得的资金越来越少 他们就只能期待说这些难民可以开始去寻找其他的方法 来就是维持自己的温饱 那另外还有像美国政府 他过去是接收最多来自缅甸的难民 对是远多于其他国家 包括澳洲啊或者是欧洲国家 那结果美国也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宣布 他们不会再接收更多的难民了 对所以就是这对边境上的难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而且他们会一直觉得好像缅甸政府跟泰国政府 随时可能把他们强制遣返到缅甸境内 那还得了 对啊就是很多的状况还没有解决 那其实强制把难民送回去一个危险的状态 都可能创造更多的冲突 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 其实他们算是没有身份的一群人 那没有身份的话 他们连基本的能够去寻找工作的权利都没有 更和更黄鹿会有拥有其他的福利 所以这个 就是没有身份 而且另外他们过去失去的土地可能都要不回来 因为都已经被政府或者是一些财阀 拿去就是种植一些经济作物 好像最近也有一个国际上的消息 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到别的玉米田去工作 然后结果要不到薪水还被砍死 这样的一个事情 除了难民营里面的12万人以外 其实在难民营外泰国境内还有很多很多的缅甸的 可能是经济性也有可能是因为战争冲突而跑到泰国的难民 只是他们没有获得身份的认定 所以就是一般还是被视为非法移工 那他们就只能打一些黑工啊 然后领取非常非常低的薪水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被剥削的机会非常大 那小朋友也都可能变成同工 那所以这个案例就是因为他们在玉米田里面打工 结果要不到自己的薪水 那就是跟老板争取的过程中 就被老板直接就是用刀子杀害这样子 所以这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悲剧 非常困难的状态 对啊 所以我们还是期待不管是台湾或者是国际社会 都还是可以就是更谨慎的看待缅甸的情势 然后继续给予这些难民一些帮助 而且我们其实在当地看到的状况 就是其实难民朋友他们并不是手心向上 就是等着被帮助的 而是他们多年来就是已经非常有组织的 把就是一起合作 然后来解决眼前的许多问题 那包括他们的教育训练啊 能力建构 都是未来他们可以带回到缅甸境内 去帮助缅甸的发展的状况 那其实小朋友的教育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部分 所以因为缅甸的局势要能够有真正好的改变 其实还是需要他们内部自己有声音 因为其实国外给的声音一直都有 包括声援翁山书记等等 但是真正的改变还是要来自缅甸内部 所以我们还是相信教育 尤其是这群身为难民的小朋友 他们未来如果能够回到缅甸 是可以发挥一个很大的力量 去让缅甸可以真正走向自由和民主 好我们现在再把整个范围把它扩大来看 就是说我们知道施灵您今年在4月的时候 也曾经代表台湾海外援助发展联盟 那么到瑞士的日内瓦去参加了一个 国际志愿服务机构协会的一个会议 那在这样的一个交流的过程当中 可以谈谈您在这个会议当中 的一个观察还有您的心得吗 好就是国际志愿服务机构协会 ICVA它是一个国际的平台组织 就是让来自世界各地的NGO 可以在这里做交流 还有经验的交换 那其实它跟不管是国际组织 像联合国难民署 或者是各国的政府 或者是甚至是商业界企业界 他们都有非常好的连结 那所以像联合国难民署 每年在召开咨询会议的时候 它都是交办给这个ICVA来处理 那所以就是由ICVA的会员 他们才能够进入到联合国难民署 来开会 然后告诉联合国难民署 他们在服务第一线的状况 以及需求 那这个地方就是也让NGO 可以跟不管是各国政府 或者是企业界 还有国际组织 有一个很直接的交流 那像今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讨论的就是以就是 募集资金为主要的题目 那他就甚至可以直接找到 企业界他们的人 或者是国际组织 来直接说明 你应该我们 NGO应该怎么去跟企业界 或者是国际组织 来就是申请一些资源 然后来帮助他们 在第一线的工作这样 所以也有契合到就是 援助难民的这样子一个主题 我个人觉得 我们现在就是说 在援助难民的这一块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就是说 国际上面的金源 就是说经费的援助 这一部分好像有削减的趋势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可能就是在社会面 或者说在政治面 因为像欧洲之前 也有一些反移民啊 什么之类的这种声浪出现 对 其实在不停气的时候 这都是一个非常 对 非常就是普遍的状况 就是大家会走向保守 那比较排外的想法 所以这也是一个 相当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对 我想站在一个人道的立场 来讲的话 我想这个 尤其是现在战争平人 那国际的难民 可以说是有增无解 那已经形成一个 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了 那当然我想 台湾在这一方面 因为台湾可能地缘的这个关系 然后我们可能没有像过去 比如说像越南的难民之类的 那么的多 而且大量 那如果说有跟其他的 邻国接壤的这些 可能难民的这种人数 可能会比较好 这个明显比较多一点 不过我想身为一个人道援助的 人道输出的一个国家 那么台湾对于难民的这个问题 还是应该有一些着力的地方 那尤其像是这个难民法 我想这已经谈了好几年 而且真的都完全没有进度 包括立法委员 包括各个民间团体 大家都在呼吁 也知道现在还是卡在这个地方 那士林 你怎么样看这个事情呢 可能就是这个东西 在台湾算是非常冷门的议题 那如果是一般的民众 他听到这个议题 当然第一个疑虑就是担心 会有大量的难民来涌入 然后来瓜分我们的资源 但是其实在地缘上 因为我们是一个海岛 所以其实国外的难民 要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当然是有它的困难度 那其实台湾在建立 难民保护制度最大的考量 还是要解决现在 就已经在台湾的难民们 他们的状况 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少注意到的 就是包括一些中国的异议人士 或者是来自西藏 或是台北太缅边境的一些 就是后裔 那我们因为目前没有一个 正式的难民保护制度 所以他们在台湾 是没有正式的身份 那真的一般的生活上 就遇到非常大的挑战 非常大的问题 那他可能就医 或者是连要申请一只手机 都会有很大的困难 那如果有一个 那应该说 目前都是以个案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每一个人 他可能获得的条件 获得的帮助都不一样 那我们认为 这是一个蛮不公平的状态 所以希望有一个 正式的难民法 或正式的保护制度 来帮助他们 那目前前阵子 其实政府这边 才就是刚通过 要让就是目前 在台湾的几位 中国医疑人士 跟包括像法轮功的 那个学员 他们能够获得保护 那其实也不是 透过正式的难民法 而是个案来处理 然后他们也特别提到 并不会是未来的一个通责 对啊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可以很快有一个难民法 然后来帮助这些 也就是不管是来自中国 或是来自其他地方的难民 对的确 我想我们去年也看到 南韩已经全面实施一个难民法 就是保障难民们 在申请程序上面的权利 还有就是改善他们的一个待遇 我想台湾没有理由 就是再把这样子的一个法案 把它搁置住 而且它其实可能 不是瓜分我们的资源 像是他们在没有获得正式身份的时候 他们不能工作 那反而是要跟政府来领取一些补助 那一旦他们有正式的身份 然后有工作权之后 他们可以自主 所以其实并没有瓜分资源的 这样子的疑虑 这是算是保障基本人权 就是他的生命权 然后安全的权利 当然还有包括他的一个工作权 没错 那我想塔普斯常年来在辅助国际的这个难民的部分 也着力甚深 那我想在6月20号世界难民日的这一天 塔普斯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活动 也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没错 我们在6月20号当天晚上就有一个募款的餐会 那希望可以来募集更多的经费 来帮助我们在蔡免边境的难民小朋友 那其他呢 我们也在6月16号到6月底 在台北的牧哲咖啡 有举办一个难民儿童的影像展览 所以大家可以到那边 可以直接认识到我们在泰免边境的小朋友 他们的生活的状况 还有他们的样貌 那在7月的时候呢 这个展览也会移到长安东路上的典场咖啡 他们的四楼 这边也有一个展览的空间 那最大的活动呢 是在7月的18号到20号 我们邀请了来自泰国的宝贝末剧团Baby Mind 因为他们过去经常到我们泰免边境去 一演给泰国缅甸的难民小朋友来看 那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我们去年就邀请过他们来台湾演出 然后用售票的方式来募款 那也非常成功 所以今年他们再次来台湾 这次要表演的是以那个 倩女幽魂改编的小倩野疯狂 对会非常非常有趣 很本土的故事 对没错 那这个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看 真的都会非常开心 所以我们欢迎台湾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看 那大家可以在两厅院售票系统上面购票 好那么当然在6月10号 这个难民日的这一天 我们还是呼吁大家 现在世界上真的很不平静 在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民众 远离的家园 无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素 他可能政治的因素 宗教的因素 甚至于有的是因为气候因素 对不对 环境难民 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体 对 那另外一个所谓的经济难民 也许他是这个因为经济发展的关系 所以他沦落到这个社会的底层了 他也成为难民了 各式各样的难民都有不同的一个形成的原因 当然在世界难民的难民日的这一天 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好 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台北海外和平服务团战秘书 王诗玲小姐来到节目当中 和我们做这么深入的一个分享 谢谢诗玲 谢谢主持人 谢谢您